据报道,澳大利亚代表团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骑手的选拔,又引发了一场女权大战。 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尼克格林透露,澳大利亚在伦敦奥运开幕式的骑手有可能是女运动员。 此前,澳大利亚女蓝在前往伦敦时被要求乘坐经济舱,而男蓝则可以乘坐商务舱。 代表团因此而卷入了性别骑士风波。 德林特别强调,汤运是骑手候选名单中不仅有男运动员,同时也有女运动员。 第五次参加奥运会沙台项目的女选手纳塔利·库克公开宣称。 如果轮队奥运会上澳大利亚的骑手还是男人,她就带领沙台的姑娘们静坐示威。